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我现在知道了你跟我爸离婚 根本就不是你的错 你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我爸是个什么人了 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你已经瞎说了 你就别瞒我了 我今天亲眼看见他跟那个女的在一块 刚才保安告诉我说 你们俩前几天在家打了好几天 要不是为了这个 你怎么可能突然提出离婚呢 我跟他打什么架呢 家里就咱们俩 你不用在我面前 假装什么都没事 什么都无所谓 行了 妈 你别难过 我不难过 既然我爸是这种人 我坚决支持你跟他离婚 但是 你自己不能这样一天到晚的 头发也不梳 脸也不斜 在家里面东倒西外的 店里也不去了 干吗呢 那你不等于输给别的女人了 不等于让我爸觉得 他跟你离婚还离职了 这不行 你得让我爸后悔 妈 从今天开始 你的生活必须有一个大的变化 你知道吗 你必须得越活越漂亮 越活越年轻 越活越健康 越活越开心 得让别的女的都羡慕你 要不然还不如不离呢 你看看现在 我爸跟别的女的在一块 你一个人在家里难受 凭什么呀 怎么着 没我爸你还活不下去了 我跟你说得对 妈从现在开始好好的 妈 妈听你的话 我已经决定了 妈要做一个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人 妈这几天也把自己折腾明白了 我和你爸离婚我不后悔 我们俩现在分开只能说明一件事 他根本就不配和我结婚 所以我告诉你 那你的叫唐欣 跟你爸根本就长不了 不过长不了长不了 跟我也没关系了 好话你爸自己带着 将来我一定要活得开开心心的 从现在开始 我和你爸那一夜就翻过去了 妈再也不想了 也再也不这样了 好妈 你现在这样就对了 你这样我就放心了 妈就洗把脸 完了咱俩去吃饭 我妈就差点了 我妈就说了 你让我去吃饭 我妈就把脸上来 我不能吃饭 好 我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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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不吃饭 我妈说 菲菲 你今天要是没事 陪妈出去转转行吗 行 没问题 小敏娟 夏敏娟 你要是再怎么没知情 以后没人瞧得清 我 睡着了 累 让你吓得 我现在浑身没劲 妈请你吃饭去 形象不错 妈听你的话吧 走吧 咱俩先吃饭后逛街 还吃饭呢 我今天的饭钱还没挣出来呢 挣什么钱啊 你说你顾不上我吧 我的小店都已经开业了 你的店都开业了 怎么也不告诉妈一声啊 我就算告诉你了 你也顾不上我呀 再说你跟我爸都闹成这样了 我也真没信心跟别人说 现在就我跟罗列两人知道 菲菲 都怪妈不好 不怪你 我之前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顺其梯了 现在我一点都不怪你 干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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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这样啊 你忘了怎么答应我的了 不许难过 不知道 放心吧 菲菲 妈一定说到做到 妈这岁数不能反过来 让女儿再为我操心 妈 你现在这样 特招人爱 你能爱妈就行 你这么好的妈 我能够爱你吗 你今天 你到我这儿来店谁给你看呢 现在店里就我一个人 我一出来店就关门了呗 那哪儿行啊 妈陪你回店里去 妈今天陪你一块儿卖衣服去 真的 真的 你心疼妈妈也心疼你啊 我帮你把今天的饭钱挣出来 真的 太好了 妈 好好的啊 放心吧 我来掌摔一点 我来吃了 吃一口 你就可以吃了 你这样吃吗 我吃了 你不要吃了 这俩人真行 说了半天试了一堆 这个也好 那也不错 莫了什么都没买 没有 妈 刚这么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了 我这天天都这样 咱不泄气 贝贝 开始试得挺一段 慢慢就好了 请问有人在吗 谁呀 送外卖的 来 妈 快 趁热吃 这就是我收那家米线 可正宗了 是吗 我看看 是挺香的 贝贝 妈跟你说啊 千万别着急 还有妈呢 你要没钱花你跟我说 还有啊 你开店的钱 不急着还给你爸呢 还给他 他也是给别人花了 知道吗 当时我就跟你说嘛 让你想好了再干 哎呀 挣钱哪那么容易啊 特别是开店做生意 你所有的心都得操 最后挣钱不挣钱 还另说着呢 反正你的事妈想明白了 能干就干 不能干啊 咱们一关门 你再找一家公司 省得像现在似的 操心受累 咱们家也用不着你这样 妈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个时刻 你千万别给我歇届 你的钱我肯定不花 我爸的钱 我是必须还给他 特别是现在 更得还 妈 你要没什么事 下午去你店里看看吧 我明天去 您好 比较甜 欢迎光临 随便看看 这边都是新款 那些牛仔裤打八折 要试试吗 慢走啊 一看就给我承讯要乱衣服了 你看得真准 飞飞 我看这些照片 罗列给你招打 她没事就要拿个照相机 得着什么拍什么 这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家更多 不过这些东西 看起来也挺好玩的 挺好的 我看罗列是写凑行了 但摄影师挺合适的 你看这个 妈 你今天要不忙的话 帮我看会儿店吧 行啊 你有事 我下午出去一趟 你吃吧 我给你穿着 你可知道我爱你 想你远你念你 想起 等你半天了 不耽误你时间吧 难道你不从回头想想 你跟我还客气 你的事就我的事 吃东西了吗 吃了 你够弄点喝的 好 早就给你备好了 我亲手调的 苹果和山药 对身体特好 味得还不错 说吧 什么事 想找你办个忙 没问题 我还没说什么事呢 你就没问题 事在我这儿都没问题 那我想跟你借点钱 怎么了 便利 资金出问题了 我爸妈离婚了 怎么回事 我爸外面有人了 开店的时候 他给我二十七万 本来说好 等我赚了钱以后再还他 不过现在我改主意了 我不想用他钱 没问题 明天把钱给你打过去 不影响你周转吧 这点钱还不至于 那你也别告诉罗列和我妈 我不想让罗列 为我们家的事烦心 再说这也不是什么 光彩的事 我妈那儿呢 本来离婚就够让他烦的 行吗 行 这事只有你和我知道 不唱 我想了半天 觉得这事只有你能帮我 看来我真是找对人了 以后啊 你这儿有任何事 不用想 菲菲 父母的事 我想他们自己会解决好 你别太伤我 知道 我没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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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创意也就只有你老公才能想得出来 你信不信 你老公是不是特别有才啊 还在为你爸妈的事心烦呢 要我说 你真没有必要这么没完没了的心烦 你爸这么快就热祸朝天的开始了新的生活 你说 你说你这样何苦呀 我就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 别较劲了 听话 别较劲了 我现在 突然开始有点恨的 别 我觉得没有必要 你爸人家自己都不难受不自重 你说 你这样值得吗 你是怎么劝你妈来着 你也没必要这么说我爸 反正让我哭 我觉得你爸不太像个男人 我爸跟你爸是没法比 真是 我却要我爸跟你爸一样 那我真是丑死了都 行 我先去洗个澡啊 我们家跟你们家也没法比 还真是 我觉得你们家也跟电视剧一样热闹 罗烈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家这样让你丢脸 让你没面子了 你也没必要这么幸灾乐坏啊你 小飞 你说那话什么意思啊 小飞 我说我 原来你也太不好当了 罗烈 你也太不好当了 噪 你 你 放 好了 飞飞 是我 开门 老婆开门 老婆开门 我跟你说一句话 就一句话 小心眼快 小心眼快 开门 我就跟你说一句话 回家吧 我什么都不想听你说 我不想听你说我爸妈坏话 是你先说的好不好 你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 我说你就说呀 你想过我心里的感受吗 你还笑 我爸妈 我爸妈脑成这样 我心里就够别扭的 你还跟着夏起哄 一句接一句地挤兑他们 我是看你心情不好 我顺着你说 你看我现在 现在反而没道理了我 怎么了 他们俩离婚 让你没面子了是吧 老婆对不起我错了 我错了 老婆你看白我给你试试 那你不仅下识那个样 小飞 你看 我看你心里难受 我才顺着你说的 你看我现在 我弄得里外不是人了 你让人看着不好 人家说我没关系 说你不够弯柔美女人味 开门 开门 开门快 我都不走 小飞 小飞 你够狠 行 你不开门 我就不走 回家去 你别管我 你让你的我做我的 你随便 进来吧 你出来进是吧 好 关门 干什么点 行 还行 心没有跟石头一样 我是怕你做事胜严了 还得我伺候你 那我不管 反正我觉得我老婆对我好 我老婆对我好 对我好 对我好 才告诉你老婆呢 干吗 才造反 没门 我告诉你 罗列 你现在跟结婚以前 有了很大的变化 什么变化 你不像以前那么爱我了 你是这么认为的 那好 我马上用我的实际行动 粉碎你的胡言乱语 你干吗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搓鱼板 你咋这个呢 我想好了 你要是继续生我的气 我就跪在搓鱼板上 永远不起来 让你重温我们俩 以前温馨的过去 然后让你不断地后悔自责内焦 后悔内责内焦 后悔内责内焦 哎呀 你就会拿那破东西来骗我 老婆 我 我刚才那么说话 我是真的想让你高兴 我求你原谅我 原谅我原谅我 原谅我原谅我 你烦死了 你烦死了 你烦死了人了 哎呀 我老婆真是好 你看 你看看 你看看 笑着多好看呀 老公就喜欢你这样 天天这样 好吗 嗯 嗯 你们呢 还生老公的气 好点了 那就好 我老是最通情搭理的 好 说说说 跟老婆过去 嗯 哎 哎 要不我 叫你回去了 就在这儿住一晚上啊 我不跟你住 我不跟你住 你再说一遍 哎呦 我得了你了 哎 我真的想好了 我觉得你这个小店将来 一定能开个全国链锁店 嗯 你干吗 你干吗 你不睡 她能乱吃你心 那我也不睡 你干什么 我能乱吃你心 你别 你别怀孕 这事不是太深就是太浅了 你干干 菲菲 你先坐 那谁 回头再说 赶快让楼下 给我们订个包房 快去 好 谢谢你 来来来 坐下 我跟你说啊 我们楼下 开了个云南菜 特别的好吃 爸带你吃去 哎呦 你一来呀 爸的心里就踏实了 哎呦 想办法太好看了 你知道吗 你一不接电话 我这心里就发毛 还以为你还生爸的气呢 其实咱俩俩应该好好聊聊 要早聊开了也就早没事了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吃饭的 也没什么话想说 那事不都摆在那儿了吗 看还看不明白 我今天来 想把钱还给你 什么钱哪 你借我开店用的钱 说什么呢你 你这小店刚开张 正需要钱呢 我这还琢磨着给你 再多拿点呢还 真的不用了 谢谢你 你说 说什么你 你跟你爸还说谢 你这孩子 怎么了你这是 我挺好的呀 我就是觉得 咱们现在也不是一家人了 我花你的钱多不合适啊 那你花谁的钱合适啊 那你别管 我自己有办法 还剩把他气的吧 你不知道 我跟你妈早就过不到一块去 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也没人逼着你们俩非过到一块去 可你也别太过分了 明明还跟我妈在一块呢 就已经总统着怎么跟别人过到一块去了 他让我们失望了 我不需要你帮我 你起了钱 你自己收好 你等会儿 你这孩子说话太没道理了啊 就算我跟你妈过不到一块去 你也不能翻脸就不是你爸了呀 你要非这么说的话 那我还真是随了你了 你跟我妈过了二十几年 还不是说翻脸就翻脸 我这样有什么奇怪的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这是 本来我也没想跟你说什么 我就是来还你钱的 说起心里话 现在我根本就不愿意看见你 看见你我心里堵得慌 替我妈心里堵得慌 你这 行 行了 闺女 养了你二十多年 今天找你一把还钱来了 是 你给我站住 黑人 你爸爸我养你 疼你 对你好 你想怎么还哪 你想还我多少钱 你爸爸还做起买卖来了 是不是 你还是穿这件好看 我觉得也是 是吧 你看 金 多合适啊 真漂亮 对 这腰带也不错 这球子里面你要搭一根腰带的话 你知道有个什么好处吗 你看 接上以后啊 你就可以把这裙子往上提一点 这样 你看 显得腿多么修长啊 是啊 太好了 你这镯子真好看 好看啊 嗯 我自己设计的 这么厉害啊 那这镯子能卖吗 嗯 那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就让给你了 嗯 真好 这可是独一无二的 是吗 谢谢 不客气 那这样啊 那我就这衣服我也要了 嗯 再把这腰带和这镯子给我包起来 好 谢谢啊 嗯 金 帮客人提点照 来啦 那你给我吧 喂 妈 贝贝 干嘛呢 妈 我的店里呢 你又去健身房了 我跟你说 菲菲啊 妈现在觉得锻炼和不锻炼 真是太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特有精神 我就觉得我这个房子 我都是通的 眼睛睁得也比以前大了 我就好像觉得我浑身的皮肤 都会呼吸一样 你知道吗 体力也越来越好 你说原来人家送给我的健身卡 我都不用我傻呀 妈现在每天啊 都快习惯了 我说妈 你这变化也太大了 现在呢 你的生活比我健康 嗯 妈现在是想明白了 我跟你说 我必须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必须过得有质量 谁好都不如自己好 你说是不是 是 你更是啊 你别整天窝的 你那小便利 那可不行 你也得适当地出来运动运动 你说每天咱俩一块来 运动多好啊 我啊 我先算了吧 最近我们店里面生意刚开始好 我现在的首要目标是 多赚点钱 有了钱以后 我干什么都心理踏着 不过你现在这个状态不错啊 现在我彻底放心了 菲菲 我跟你说啊 你绝对不用再操妈的心了 你放心 妈现在肯定好好的 哎 明天你跟妈去做美容去得了 我刚办了一张卡 那美容呀 新进了一个素身的仪器特好 我做了两次 我觉得都紧多了 你也坐坐吧 我跟你说来事的时候 不能做这个仪器啊 好 你拿点了 菲菲姐 来客了 我先算了 妈我这来客人了 你自己先买着啊 我看了你妈的信息 你好 你给她试那两条新来的气氛裤 哎 好 好 今天有试纸吗 有 你家人呢 都不在 你马上要生了 他们不知道啊 我们家是外地的 这儿就我跟我老公 我老公去外地出差了 还没回来呢 我跟你讲 婴儿肌带绕近两周 你得做好抛火肠的手术准备 别痛 我老公不在 我不敢做 那你抓紧时间 跟他们取代联系 让他们赶紧到医院里来 不过你不用紧张 没什么 但是手术不能等 拖延了 对你和婴儿都有危险 护士长 今天晚上溜床啊 一定要到重点监护 随时做好手术的准备 你再去催一催他们家说 好的 老大夫 好 一会儿赶紧去吧 老大夫 天子 什么 结婚的时候 你怎么答应我的 我跟你说了 现在咱俩不能要孩子 你老说没问题 你老说你算得准 你能保证 你能保证什么呀 怎么回事到底 好好说行不行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拨打的电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别这样好不好 我也没想到啊 什么没想到啊 你就不想让我好好的 每次咱俩在一起 我都提醒你 你老说没问题 你自己算了 你有多少次没有那个 现在怎么办 这 这怀孕也没什么不好啊 要真怀孕了咱就生下了呗 你存心扛我是不是 我现在不想要孩子 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现在店里面还欠了一屁股债 怎么生孩子呀 你说 你到底想怎么着 我告诉你啊 做人流我可不同意 我还不同意怀孕呢 要得这样 咱俩现在先别说行不行 回家 回家好好说 我现在这还有病人 我得查房 现在咱俩怎么说 也不是把孩子收回了呀 等我回家 回家好好商量行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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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马上请家回来 我可等不到明天早 是我今天心里烦死了 你要是还在乎我 你赶紧回来 马上回来 剪小飞 老大夫 六床人不见了 不见了 看什么时候做的 不清楚 同房的病人也说不知道 要赶紧找 想帮我跟她联系上 把她电话 好的好的 快 快去找 老大夫 里边没有 没有啊 老大夫 老大夫 那我上回楼下女士 atique件里也没有啊 去哪里 快快快 带头找 快点 行也不烈 你不接我电话是吧 结了婚就变这样 你已经就发现了 好 米 罗列 你不借我电话什么意思啊 你不把我当回事了是吧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小事 我知道 回家再说行吗 我现在有事 什么事比这事重要啊 想什么了你 行了行了 我现在真的有事 再等一个重要电话 好 罗列 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等谁电话我不管 我在家等你 你越快越好 好 我知道了 就这样吧 罗列 罗列 联系上了吗 联系不上 手机关机了 转手机上填的只有手机号 会不会是下楼买东西去 那这样太危险了 是不是去别的医院了 以前咱们资产科 有过这种事 产妇在咱们这儿 没有熟人不放心 所以亲戚帮忙找人 不打招呼 就去别的医院了 快快快 这样 继续找 都给我太大意了 你不用给我打了 你快点回来就行 罗大夫 电话还是没有人接 怎么办呢 还没有人接 没有人接 接这张 肯定是了 绝对是了 怎么办呢 还不回来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主任 医院里都找遍了 对 没找到 手机也没人接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太大意了 那行 我等了电话 主任怎么说 马上给院长打电话 你也别把责任 都揽在你一个人身上 患者入院的时候 该向患者交代的 都交代清楚了 都是他自己的责任 别说了 希望他什么事也没有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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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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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 生了 要生了 生了 快快快 抓紧时间 准备急急手术 快 有血多少时间了 没 没流血啊 没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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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啊 这 这是我的血 我出车刚回来 出了车祸 大夫 你和老婆没事了 别了解 我们马上跟他 做手术了 好 抓紧时间 老婆 你挺住啊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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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挺住 快 咋子 你看人 老婆 挺住了 老婆 咱们有个人看见孩子了 咱们有个人看见孩子了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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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妳幹嘛呢 菲菲 盧烈在家嗎 大爺爸 怎麼了